5月3日,奔驰女车主王倩接受了红星新闻的专访。 她详述了买车,维权及被维权经过,并回应诸多争议。 提及被维权事件对父母的影响,王倩数度抽气。 舆情发酵时,她甚至曾试图跳楼自尽,但被前来陪护的母亲拽住。 4月16日,王倩已与奔驰达成和解,但至今尚未取回新车。 2019年3月,上海晋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因拖欠物业费被告上法庭。 多名商户,供应商自称被骗。 红星新闻多方证实,王倩系该公司监视。 她告诉红星新闻记者,被追债风波只是经济纠纷。 当地警方也表示是经济纠纷,让商户走司法程序。 王倩说在2018年10月16日,自己还被商户读整晚,直至一日清晨6点方才脱身。 公司归公司,个人归个人,我该担当的,那天晚上已经全部结束了。 就商户而言,我坚持走司法程序,不与他们对话,该谁陪谁陪,该谁坐牢谁坐牢。 以下为王倩自述,4月9日,在西安利之星奔驰4S店内,爬上引擎盖哭诉围权前。 我先和他们理论,但那么多人就是不理我,很委屈。 突然之间,我像神经病一样,一激动就爬上了引擎盖,一通哭诉。 激动完后,我回家躺了两天,感觉很累,之后再没去过那家4S店。 当天很多人从不同角度在拍视频,其中一段火了,其他人也纷纷上传。 据我所知,最开始视频是被发进车友群的。 中间具体如何发酵,我完全不知情。 4月11日上午9点,我才看到自己维权的视频,很害怕,也有点紧张。 很多人来问我,是不是你,我都否认了,这是一种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吧。 有朋友告诉我,明星都要买热搜,只要你不是炒作就不用管,热度马上就没了。 但等到当天下午3-4点钟,我发现一发不可收拾了。 全国各地的朋友陆续把视频发给我。 问是不是你,我仍然否认。 现在想来,那天维权有一点比较好。 我没有谩骂,没有做违法的事情,我只是客观地说了自己的遭遇。 我承认一点,人无完人,我的性格很强势,一是一二是二,眼里柔不得沙子。 那天情绪爆发的点有很多,其中有自身压力大的因素,毕竟,创业压力很大。 但我是有底线的,没触及底线前。 你的一切行为我都会容忍,我甚至会换位思考。 但荔枝星奔驰4S店触碰了我的底线,我自觉未被公平对待。 不过,现在反思之前的行为,我从始至终都觉得自己没有做对。 我再说一次,包括今天我也可以很肯定地说,那个行为是错误的。 事后,有很多人效仿我,层出不穷。 有人做坏引擎盖,有人做坏售楼中心沙盘,匪夷所思。 有网友让我向奔驰提出退一赔三的诉求。 我也一度认为,4S店故意销售翻新车辆。 曾提出八点诉求,其中有调查该车车辆历史一项。 但后来,政府和奔驰那边给我提供了相应证据,我知道不是。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却别人。 到了4月12号,有谣言说4S店与我妥善沟通,达成共识,我被逼无奈,站了出来。 我的父母创业多年,从事家电生意。 继续尚可,上世纪90年代就在镇上建起了高楼。 13岁时,父母将我送至外地求学直至高中毕业。 我不怕事,好胜心又强,喜欢往前冲,朋友们都叫我女汉子。 去上海上大学,也是想去大都市里闯闯。 2013年,我本科毕业。 经教招进入某大型国企,负责采购。 之后又去了外企做销售,再后来到了某高校海外教育学院做老师。 我发现,我的人生变了,周围有很多创业的年轻人,我也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创业。 大学毕业那年,父母说,你得买个车了,江苏距离上海很近,只有两小时车程。 父母在我身上投入太多,他们为我准备了教育基金,购房基金,最后都兑现了。 6年前,我爸带了一张40万元的银行卡,准备给我买一辆预算40万的车。 我舍不得,因为刚学车,技术又不太好。 所以他全款买了一辆12万元的桑塔纳,装了导航,贴了膜,当场就开走了。 这些年,父母太节约了,舍不得买车。 一两年前,我把那辆桑塔纳留在家里,自己打车。 那辆车用了6年,没发生过问题。 创业以后,我觉得需要换一辆好车。 接待使用,对于创业者而言,也算有个面子。 前段时间,我妈追剧,就是很火的那部电视剧都挺好。 她觉得,我的性格和苏明玉很像,从小争强好胜,但刀子嘴豆腐心。 我告诉她,苏明玉的那辆车子很好看,流线很漂亮,我妈没吱声。 说者无心,听者有一把,30岁生日,他们一直想给我送个东西。 有一天,我妈告诉我,给你买苏明玉同款的奔驰车怎么样。 我内心还是蛮高兴的,但舍不得买。 爸妈就说,就算是做生意投资。 之前已经失败过又怕啥,他们给的预算是80万元。 有人谣传,那辆66万的奔驰车是干爹买的,其实不是,是我亲爹。 我爸怕我不要,很快把家里那辆桑塔纳过户到自己名下。 三十而立,再加上家乡的传统观念,30岁生日对我很重要。 本来想着,把车开回江苏,亲友聚会,好好过个生日。 当时期望很高,谁料到碰到了这样的事。 奔驰维权事件中,我压力太大。 客观说,这件事并非某个人以一己之力可以推动的,我被大家硬生生顶了上去。 4月16日,和奔驰签了和解协议。 有人质疑我,你得到了你想拥有的,置我们于何地? 我觉得,我被道德绑架了,我没有那么高尚,我只是个普通人。 一开始,大家给了我极高的赞誉,把我拔高。 但事实上,我知道自己是谁,我并没有那么厉害。 我可不可以回到正常人的生活,大家说不行,硬顶你上去。 这个事情为什么和解,也有这个原因。 如果一定要说压力,政府没给我压力。 奔驰没给我压力,但大众对我的期待给了我压力。 这就有点像,小时候读书。 所有人都说你成绩好,你肯定能考清华。 但因为紧张,你高考失误,只考了一本。 大家就怀疑这孩子平时是不是在作弊,但其实,一本已经不错。 我觉得,维权这个事到了这个份上,已经挺好了,就我个人而言,已经很满意。 汽车行业的发展已经很成熟,但也可能存在一些灰色部分。 但这是多年积累下来的。 并不是说通过我一个人或者通过这一件事就能把它全部撬动。 哪怕有一点点改变,就不错了。 除了金融服务费,这次维权事件后,很多人在讨论价值问题,值不值。 赚钱为了什么? 为了更自由,为了让你以后更有选择空间,为了让你获得更优质的服务。 和解协议里有不过生日一项,这是奔驰德国总部提出的。 4月22日是我农历生日,但那时谣言四起,我已经崩溃了。 有人说,我借着生日和奔驰要了200万元,还准备去奔驰德国总部额钱。 我不知道这样的谣言从哪里来,不想再就这种言论澄清什么,毫无意义。 和不过生日一样,和解协议条款目前都未执行。 换的新车奔驰那边已经准备好,就停在4S店。 但我怎么去取,有媒体天天堵在门口,没办法去,哪怕去取,也会被人骂诈骗犯。 4月13日,我曾提出,连餐饮行业都明除亮造接受公众监督,于是奔驰邀请我去总部参观。 我觉得,这是一个壮举。 有人质疑我在炒作,背后有团队。 其实不是,我原本以为,哪一天我会以商业大咖的身份接受采访。 根本没想到,以这样的方式上了热门。 在遇到这样的事情,我不会选择这种维权方式。 从4月11日至今,我的整个生活遭受了太大影响。 我只想做一个平凡的人,我去创业也好。 去做什么也好,不需要额外贴这种标签,它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 事情发酵后,有经纪公司想谈合作。 有乳制品公司想让我代言,有培训机构想让我去做老师。 他们甚至说,随便开什么架码,但我都直接拒绝。 我觉得该理性看待这件事,一个人一辈子有很多要做的事。 这只是一时的热度,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帮助。 最多三个月,蹭完热度后,就没什么价值了。 会浪费时间,经历甚至青春,也会影响自己的生活,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。 现在,我出去逛街,经常被认出来。 比如,有一次去买口红。 有人盯着我看,然后就问。 你是不是奔驰姐姐,我只能说不是。 我不可能让母亲做替罪羊。 我澄清一个是,王健是媒体报道时用的化名。 有人说我改名换姓潜逃西安,这是无稽之谈。 4月14日,网上大面积出现攻击我的言论。 没办法,4月20日晚上,我委托北京知名律师周兆成维权。 我不敢接电话,不敢回短信,给我带上皇冠的人,也是把我推上风口浪尖的人。 有文章甚至开头就称,你是个诈骗犯,那时,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有人说这些人是奔驰酷的水军,我觉得不是。 那些人自称不是奔驰的水军,显然是欲盖弥彰,想蹭热度。 有商户曝光了我的名字,我的照片。 家在哪儿,毕业于合教,虽然大部分是谣言,但我看后很震惊。 那个时候,我还和4S店处于胶着状态。 很多网友说一马归一马,我觉得特别好,他找奔驰为权,你找他为权。 上海的事情只是公司的经济纠纷,如果我真的诈骗,不可能逍遥罚外。 西安公司那么大,现在还在开着。 2016,晋级首艺人品牌在西安创立。 做火了,先后开了两个店。 一年后,上海爱琴海购物中心数十人的招商团队来西安。 看中了晋级首艺人这个品牌。 那时,我还在某高校海外教育学院工作,兼职创业。 据我了解,对方开出的租金很便宜。 一天一平方米只要一元,共2555平方米,每月租金7万多元。 那可是地铁上盖项目,在商严商,这是很大的诱惑。 当时,晋级首艺人负责人挖我做职业经理人。 但做餐饮,很多事都需要法定代表人在场, 我又不想被矿在里面,太单调。 这几年,受电商冲击,父母的生意不好做。 听我介绍完这个项目,我的母亲很感兴趣, 她投了40万元,成了法定代表人。 有人说,我找母亲代池,让她坐替最高扬,这怎么可能? 如果真的找人,我也该找其他人,怎么会坑自己的母亲? 还有人说我携款跑路,我名下有车有房,如果法院真的判定,都被查封了。 我在上海有个30多平方米的房子,首富是父母出的,还欠100多万贷款。 我母亲经常去上海,而且,从江苏家中到上海,车程也就两个小时。 2018年6月15日,上海晋级首艺人美食广场开业,生意很好。 我之前谈成两家企业客户,客员稳定。 我真心想把这个店做好,并且付出了大量心血。 公司与商户签的是联营合同,是合伙关系,易融俱融易损俱损。 商户负责产品,公司负责客员。 每月7万元租金由公司负责,物业,水电器,员工工资等由商户分摊。 公司统一收费,扣除每月25%抽成及个商户水电器,物业等费用后。 是商户每月所得。因为初创,无法确定营收情况,所以未设保底。 如果设了保底,某商户哪怕赚100元,也要给公司交1万元。 美食广场是2017年年底开始招商的,实际上是选商,由公司挑选合适的餐饮店。 最后,在超过100家店铺里确定了10余家。 我们有几个标准,非物质文化遗产,中华老字号,米其林星厨,市井网红老店。 商户入住后,生意很好。 有的人心态有了变化,他们或许算了一笔账。 公司才交了7万元租金,却抽了25%营业额。 而且人工,物业,水电器之类的费用均由商户分摊,他们认为,这很不公。 但事实上,他们并不知道公司之前投入了多少,比如消防、燃气口等。 我是生意人,算好了有钱赚才有冲劲去做。 商户尽力做,公司负责客员,一起做大一起分钱。 我跑了两家公司定点就餐,约有400人,哪怕没有散客,起码有了固定客员。 但7月中旬,有商户私自收盈,为此公司曾发函警告。 2018年8月,上海店已基本进入正轨。 我回了西安,不是钱逃,不是偷偷摸摸,走之前曾给商户打过招呼。 但之后,他们发了商户公约,停用公司收盈系统,联合自营。 公司回函,不允许这样的违约行为,但未被理会。 同时,商户不允许我之前谈好的两家定点就餐企业吃饭。 这造成公司现在要承担违约责任。 2018年10月,西安店的装修,招商已完成,我赶回上海处理美食广场的事情。 10月16日,我安排公司财务去办公室拿东西。 结果被打了,电脑等被搬走。 保险柜被撬开,公司财务张,邮盾,对账单等被抢走。 当日下午六时许,我被商户堵在家里,无奈报警。 商户门限制我的人身自由,从下午六点至第二天清晨六点。 12个小时不让吃喝,他们甚至让我交出上海房子的房产证,给他们还钱。 其实,那次回去,我还是想把这个公司做好,去解决问题。 但那天晚上,我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。 当天我就返回西安。 这对我的心理造成极大影响,自此之后,就很敏感。 白天看似坚强,靠靠各种证件转移注意力,晚上要接受心理辅导。 有时,我会莫名其妙哭,有时,整个人又很高亢。 感觉自己被压了太久。 那晚之后,我就当这个项目失败了。 就商户而言,我坚持走司法程序,不与他们对话。 起诉公司最好,该怎样怎样。 一条船上的蚂蚱,每个商户投二十多万,我母亲投了四十万。 该谁赔谁赔,该谁坐牢谁坐牢。 公司归公司,个人归个人,我该担当的,那天晚上已经全部结束了。 供应商这块,装修款的确由公司负责。 但商场室内漏水严重,雷雨季节容易倒灌天花板导致断电。 影响经营,而且安全隐患很大。 物业和装修公司都在推,没法解决,而广告费等,需由商户共同分担。 如因装修问题导致漏雨,我们将起诉装修公司。 向其索赔,如是物业问题,就告物业。 至于员工,美食广场实行劳务派遣制,实行制。 有两人申请了劳务仲裁,该给的就给。 不是公司不支付,而是去年10月,又顿等被抢,公司无法运转。 4月19日左右,舆情再次发酵,情绪最崩溃时,我母亲专门从江苏赶来陪我。 我的手机被打爆了,有人发短信辱骂我,我不是骗子,我被消费了。 整个事件里,伤害最大的是我的父母,那些人骂得很露骨。 我可是他们一辈子最重要的人。 我些话,太难受了。 现在想来,还是经验不足。 不设保底的做法太理想化,忽略了人性的变化。 人会算账,也会有私心。 压力最大时,我甚至准备跳楼。 已经爬上窗台,我妈从厨房里跑出来揪着我。 然后躺在地上,一起哭。 从4月11日到4月16日和解,再到这次发酵。 我基本上没睡过绝,每天平均也就三个小时,吃饭不多,人却突然胖了食精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